國會大現場今天邀請到的是立委賴士寶,委員早安 早安 委員現在大家關注了一個議題 就是2024對岸的歷劍演習B這個項目 那在昨天6點的時候 對岸就已經宣佈說OK這個事情就已經結束 他們用所謂圓滿結束來形容 不過今天有一篇報導是指稱說 賴總統事先就知道了這件事情 所以才取消了昨天本來要去國策院的一個活動 委員你怎麼看 我們的總統我們的整個國家是事先會知道這個對岸的演習嗎 這個訊息都很亂了 如果真的事先都知道 而且美體報載是中國大陸 台灣美國事先好像都知道 好像都演練過 那不就是做西場嗎 如果都事先都知道 那美國可以阻止啊 他後面還要再嚴厲來好像類似表達遺憾啊 類似譴責的味道 所以這個感覺 而且今天的卓龍太院長也說了 他們對於這種突來的這種演習都要譴責 那他的意思就是事先不知道了 還是說行政院長成績不夠高 這個總統他做什麼事院長不知道 賴清德沒有跟他講 這看起來這個報導我是沒有那麼的相信 我感覺應該就是出其不意 出其不意 那你從事後美國的反應 賴清德的反應 還為了這個事先開國安會議 如果事先知道 他可以事先去開國安會議 對不對 國安會議多麼重要 他早一點開 早一點讓國人放心 而且他現在來講當然這篇報導是根據的 說這個我們的國安單位就有事先預告 說總統的國慶演說之後 可能會有大陸的演習 他是這樣講 那是不是這個就代表知道了 所以所以這裡面來說的話 我們就覺得這個訊息很複雜 那當然怎麼樣 這個應該賴清德總統自己 出來講是到底事先知不知道 那如果真的事先知道 他等於說 中國大陸 大陸 台灣 美國 大家連起來演這齣戲 給台灣人民看 給台灣人民壓力 這個對 台灣人民不公平吧 對不對 對 不合理啊 這個不行 你們是演戲啊 那我們這個白白的緊張 白白的擔心 而且你也煞有其事 所以要開國安會議 穩定股市會市 讓這個國人的作息一切正常 你都這樣子 如果這個都是一場戲 那整個東西 這個 這個 整個 賴白鑫怎麼相信這個政府呢 而且如果真的是一場戲 就是等於是大陸也跟賴清德有某種程度的默契 那大陸不是要吃到嘴巴嗎 你也講 罵 賴清德罵得這麼的兇 說他到底的台獨 他是台獨啊 包裝 用中華民國來包裝 他是台獨 要台獨盡聲啊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對台獨的批評的力道 有失正當性的 而且等於說你事先都去安排這樣子的話 某種程度你就縱容台獨啦 變這個樣子了 那委員怎麼看另外一篇報導是指稱說 雖然說這一次他們講說 演習的範圍越來越靠近台灣這個地方 但是可能是對岸比較想要在這個 對外界也就是美國這邊來做叫板 這沒有錯 雖然靠近台灣 可是你注意看到 他沒有發實彈了 這個沒有實彈 跟上一次2024歷劍A一樣沒有實彈 但是跟2022的這個佩洛西來的時候 不一樣啊 那時候整個就一不穩真的樣子 那這次就是縮小 可是有一個很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他的海警船 這個要登上來了 有萬噸級的海警船 那相當大的 我們的大概三千噸呢 三千四千 他是萬噸的 這麼大的一個海警都出動了 那什麼意思 他就是他說等於說 他的內海 他的內島 然後台灣變成他把他說是我的內海 然後我的海警正常的巡邏 變這個樣子 那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你就會講到說 這個越把台灣越熱越近 這是我們最擔心的 雖然他沒有打實彈 而且沒有說進行區 真正的演習的話 你應該畫一個進行區 他沒有畫進行區 然後再加上沒有實彈 那看起來的話 大家覺得說好像雷聲大雨點小 這是從一個角度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仔細的看 你就發現到不是這個樣子 仔細的角度的看 你就是發現到說 他越把台灣越熱越緊 然後當中國大陸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發現我們束手無策 我們不知道怎麼回應 不知道怎麼反應 沒有任何我們要回應的地方 而且沒有足利點 沒辦法阻止 他不斷的把台灣內海化 然後呢 對外面的國際上這樣子宣布 某種程度就這個樣子 而且講真的 他與其說針對台灣 他是針對美國 針對美國跟什麼呢 美日前一陣子 也是有美日的 就是歷見演習 美日也有 原來最大的是 環太平洋的軍演 總共要29塊來參加 可是他美日也有歷見 這個有點針對他 那針對他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是我的內海 這是我的內政的問題 你不要干預 所以某種程度 他是借這樣的演習 告訴美國人 你不要插手台灣的問題 台灣是我的內政 他是表達清楚 清楚表達這樣的訊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我會和你按下 推特 我們在 crime 任何人 努力 推特 付特